因為我們跟大家說早安 我們睡過頭了 他假日的早餐是到11點 可是現在已經10點半了 要趕快去吃早餐 真的是太好睡了 最後我們從事零夜時逛回來 然後我跟仙台零大概2點多歲 然後又有大概快點睡 所以就不小心睡過頭 也不是不小心啦 就是故意睡過頭的 對啊 就是故意睡過頭 沒有 就是睡過頭 我的班尼迪克蛋 可是我吃了兩個蛋 然後 這是我今天的早餐 雖然我們很晚來 不過東西還都有 它東西很好吃耶 東西很好吃嗎 嗯 我就覺得它東西很多 非常多 而且它整個餐廳跟廚房是完全連同 你可以走進去看那些人 像不然我們都摸魚 你整天都看你老公摸魚 不是不是 不是因為它裡面你乾不乾淨 你一眼都看得出來 對很少很好 我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早餐 滿特別的 用餐時間 早餐的用餐時間居然到11點 一般最多現在可能到10點半或10點 我覺得到11點真的是太棒了 像我們這種剛脆嫌人 真的是太好了 它有付兩克早餐給我們 那悠悠是需要另外備用的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帳單是多少錢 不知道多少 不知道多少錢 沒說 剛才她拿給我帳單簽名 你猜小朋友的車多少錢 我猜飯店價格應該是不肥 不肥 680 沒有那麼貴啦 那381 還可以啦 385 然後再加10% 對 這邊有350 加10%的水 385 沒有385 那你要多吃一點喔 大的一克 它有給我錢 雖然我們是送的 大的一克用700 喔 對 比某些飯店合理 對 欸你有熱湯耶 你一早就喝熱湯 我剛剛還擠一秒 然後說欸我要那個蝦子 我要那個肉 我要那個菜 然後就幫我煮一煮 然後再給我 我說我不要麵 我也不要豆芽菜 喔真的 就是對你可以就是很近距離看到 就是它有什麼東西 那廚師帥嗎 我沒注意耶 剛才太趕了 對 太趕了 我看我的菜要來不及了 我看他帥不算 欸 住一帥哥不是一個 付你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嗎 不過我覺得天保祝福比較重要耶 真的嗎 對 現在的我們要離開早餐了 超飽耶 一到十分 也幾分 快點 評價一下 這一間應該我可以給到 八點二分 八點二 八點二耶 欸這個人很精細耶 還八點二 小吃的要明燈八點五嗎 對 一定要八點二嗎 好啦 那我給到八點三左右 我覺得還不錯耶 算是在飯店中早餐 還滿用心的 是嗎 還不錯 好 東西就是我覺得沒有很多也沒有很少都剛好 可是選擇上來講就是該有的也都有這樣 所以來這間一定要吃早餐 不要跟我們一樣睡過頭乾的 要明燈已經11點多了 我們要去游泳或去健身房 在家裡 這間健身房的view 一樣 非常的好 你看喔 都沒有人 全部都沒有人 然後這邊很多跑步機三台 踏步機三台 而且外面的view 真的是非常的好 外面就是士林關底 今天蔡依林在踩腳踏車 你要跟我講什麼 這個機器我是第一次看到 怎樣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很多人有啊 我沒有看過 真的 它是比較新的啦 它真的很酷喔 你還可以選擇你要去的景點 然後比如說我要去巴黎好了 設定我自己騎個半個小時 巴黎的街景 然後你可以設定一下你的體重 然後按下一步之後它就會幫你設定 你先去聖母院藍絲中心 有街景耶 我喜歡 啊 有沒有台灣 沒有 沒有台灣 沒有 然後你就可以假裝自己在那個地方騎 騎快會跟著變快嗎 你這個以後會越做越好耶 搞不好有虛擬實境 對啊 你看 然後帶一個會有VR之類的 對啊 而且你這個應該是可以配樂 有有有 可是它這個耳機洞跟我們那個不一樣 巴黎下次有機會我們再去吧 它可以這樣子騎 騎半小時 然後你就可以去巴黎 感覺這樣自己在巴黎 滿多人問我們夫妻兩個啊 像我這麼愛喝酒啊 為什麼我的身材沒有真的變形到很誇張 那或新年菜 他剛結婚生小孩的時候是滿胖的 我來訪問一下他 為什麼他對身材可以保持得這麼好 欸 很多人問你耶 你覺得為什麼你的身材能保持都沒有變形 我以前也有變形過啊 誰也沒變形過 那你是用什麼方法的 剛開始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 先控制飲食 我們從吃很少的澱粉開始 因為我其實算是滷肉飯控 我很愛吃滷肉飯 可是滷肉飯真的很胖很肥 可是你要開始進行 就是減重計畫的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飲食 控制飲食比運動來講 是最重要的第一個步驟 所以我就先把 吃滷肉飯這件事擺在早上做 早上吃滷肉飯 中午晚上都不吃 那慢慢你可能吃一碗 再減成三分之二碗 半碗 三分之一 一口慢慢把它降低 降低降低 對澱粉的那個依賴程度慢慢降低 再來就是增加運動量 然後就是其實小朋友睡著之後 我還是會就是 硬性強迫規定 規定自己就是擠出半個小時 時間稍微運動一下 就是持之以恆的運動 持之以恆啊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現在到這個階段變成是 你不運動會覺得怪了 就是今天差異靈啊 他是每天都要運動 他非常持之以恆的運動 不管是大運動或小運動 就是都會動一下 像我們來飯店啊 就算吃吃喝喝 還是會來運動一下 那我的部分呢 因為我運動量 現在真的比較低 我大部分就是用飲食去控制 我吃非常少的糖跟澱粉 我有得動一下 不過我的身材我覺得 再不好動 就快要變形了 然後來說說對這間酒店的想法 這間酒店非常的新 非常非常的新 我一走進來就有那種新的味道 八月才開的 八月才開的 嗯 然後他的大廳啊 其實不是那種很氣派 非常大的那種 小朋友在哭 喔對我們現在在行政酒 我們可以四點退房 他這間的位置 雖然地理位置很好 可是他視野還沒有相 其實視野是比較普通的 他一邊啊有被房子擋住 一邊是三景 我在講話 你在吃東西 你要尊重嗎 看著你老公 好 那種敬仰的 愛慕的眼神 一直看著我 對好可以 這樣感覺舒服多了 然後 一邊三景 然後一邊是市景 那市景的部分 其實是被高樓擋住 所以蠻可惜的 因為這次啊 我住的是比較被擋住的那一面 所以這次也沒有縮時 然後再來這次也不能空拍 因為這邊是進行區 所以蠻可惜的 沒有帶到一些空中的畫面 給大家看 再來說他的房間 你覺得他房間怎麼樣 有點小 對就是比較小 可是 這地方是士林耶 士林很貴耶 因為這間飯店的定價 本來就不是說特別高 中中 對我們住一晚 好像是在七 六千多塊 七千塊那邊 所以他不是說非常高 高價 可是他屁位置還不錯 走到士林夜市 大概十分鐘 不過我們走回來的時候 覺得晚上那邊有點暗明 感覺有點那個 因為他 那邊好像沒有路燈 對然後這邊就是你要去 Seven啊什麼的 不會說非常不方便 可是就是沒有 像有些飯店 可能一走就到那種感覺 就是 要走個十來分 才能到便利商店 所以稍微 比較不方便 可是 又沒有那麼不方便 有點那種鬧鐘取靜的感覺 就是你要去便利商店的話 你就想說 都到便利商店 那就順便去夜市 對 對因為最近最近的便利商店 就在夜市尾 不過他這個位置 是一個蠻安靜的 旁邊又是士林關底 所以是一個還算蠻舒服的空間 他的泳池真的很漂亮 可是我們通通沒游到 因為天氣真的太冷了 沒錯堅持要拍漂亮的泳池 今天天氣真的太冷了 我們真的沒辦法下去 不過我覺得我蠻建議 其實我們後來去的幾間飯店 幾乎都有恆溫 他不是恆溫在非常高的溫度 可能就是29度 30度 我覺得他都還有辦法游 萬利酒店的水溫 他在23度 太冷了 真的會感冒 23度 今天又沒有太陽 他剛好我們附近的樓層都很高 所以不然公頸啊 那個風很大 對 你上去的時候 風大又沒太陽 水溫又低 你完全都不敢下去挑戰要游泳 因為覺得真的太冷太冷 那他其實 他也沒有散溫暖 他就只有烤箱 對 所以就是 因為這些種種因素 我對游泳 今天就打了退堂果 咚咚咚咚咚咚 離開 我們昨天原本要有也沒有 今天要有也沒有 對 他的行政酒囊 雖然我們近期來講 算表現非常不錯 我們近期覺得最好的是 六幅的萬一 再來可能就是這一間了 對不對 不錯 真的很不錯 可以給到很高分 對 然後服務人員非常的貼切 然後早餐的部分呢 也蠻特殊 蠻不一樣的啦 就是跟現在很多的 酒店的早餐的擺設方式 還有呈現方式 嗯 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我只覺得我們在講的 這一段期間 他就不斷的在吃 他很健康啊 健康師 好啦 他有沒有補充 差不多 你有什麼補充的 補充 他沒有什麼兒童的設施喔 完全沒有 對 今天飯店考量是比較說 你想要在陽明山 士林這一帶 玩個兩天的話 那你可以住這邊一晚很方便 就到夜市什麼 你都可以玩到很晚 不用擔心交通問題 再來就是他真的非常新 如果有想要體驗飯店 比較新的飯店 他到現在才開兩個月 所以各方面的塵色 都是非常新的 可以來看一看 好 今天影片結束啦 我們派一個結尾大哥 大人來結尾 裝粉結尾 裝粉結尾 這老爸的影片結束了 都更喜歡 老爸的影片 你要訂閱 分享按讚 記得我們的影片 也要訂閱喔 我們明天再見 掰掰 掰掰 點燃 soprattutto directions 點燃 右字幕 想 !